胆小鬼都吓死了吗 连迎门都不敢走出来了吧 不会打仗就夹着尾巴回家吧 可恶 说过这些家伙 坚持欺人太甚 司马懿大人为什么没有反应 难道就让人家 举着鼻子骂我们吗 冷静一点 其实敌人他们 也一样着急 忍不了了 跟他们干 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 站住 那样的话就中了敌人的计了 一点也不错各位 蜀军确实可恶 那你们也要摆出毫不在乎的样子 献鹰 你不能 新献鹰大人 是新献鹰大人来了 敌军现在看来只不过是在挑衅而已 那么就做好防备 进观其变好了 是 谢谢鹰大人 真行啊你这孩子 剑拔弩张的气氛 都被你说得缓和了 不过 我也是认真的 为了明天的希望 抖擞精神奋战吧 父亲 我把您需要的各类问题的书籍 全部都拿来了 父亲 难道 父亲 父亲 不要慌张 咸鸦 真是的 明明想好好睡个舒服的午觉 却被你像往常一样摇醒了呀 那还真是抱歉呢 不过 考虑到最近的局势 为国与我们一族的未来非常黯淡 一考虑到这些 我就想 干脆就这样死去算了 唉 原来父亲也会说丧气话啊 您就放心吧 父亲 无论有多么的黑暗 无论是什么时候 都会有光明在的 大家一起寻找希望 就可以了 那就拜托我了 可是可不能给我 所以我估计 我就冲巾 父亲 父亲